武汉冠状病毒 说死了五六百人 说广武汉三十六万人 上去 我们一个武汉的战友 恩师的家里边是干啥的 家里开一火葬场 河谷火葬场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唯一一个河谷的火葬场 家里边因为什么 做火 做这个那个那个 那个骨灰河 中国第三大 他告诉我七哥 从去年的 这个一月份到八月份之间 他们家就卖出 168万股灰河 他说平常大概在 这个几个月 不会超过两万个 168万股灰河 就涨下去 把8万给他抹了 比平常死的超过四倍 那160万是涨出来 但不管是武汉 整个湖北 160万 兄弟姐妹们 160万的冤魂野鬼 你觉得共产党 赚了你什么钱 这160万的冤魂野鬼 赚了你多少纸钱 箱钱 赚了多少汽车钱 共产党的这叫死人经济 这叫轻盈经济 在北京 整个昌平 顺义 还有八大处 西边香山 还有 还有几个西边的乡镇 叫什么沟 什么几个沟 你去看看那些墓地上 到处都有人管 到处都有人收钱 东北山上 到处是烧纸的 烧香的 到处都有人管 到处都有脸钱的 大连的几个墓地 今年的所有的收入 都是过去的几倍 那死人死了多少 你知道大连死多少人 北京死了多少人 河北死了多少人 在共产党 在大肆的吹呼 清明经济的时候 谁有人 谁有人呢 能说一说 清明的死亡人数的真相 有人吗 有任何人想过这个问题吗 抬头 仰望 夜空 有颗流星 坠落 有颗流星 有颗出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